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果春卷 而且用到的是鲑鱼 就是我们这边说的那个金枪 金枪鱼 是一种罐头类的 罐头类 今天我们不用新鲜的 只是用罐头类的 对 因为我里面是要配手指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用熟的 OK OK 其实你看到我有的时候去买那个金枪鱼披萨会发现 那个做披萨或者说做那种有一些特殊的食物 必须要用这个罐头味的 是的 味道更浓郁吧 对 它的肉也不会那么干涉 对对对 油温的 欧立威兰的特殊出炸橄榄油 加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它更滑润 滑润一点 对 不会那么涩 大家告诉你 这个欧立威兰的特殊出炸橄榄油呢 是顶尖专业的橄榄油品牌欧立威兰了 那么它顶点在哪里呢 因为它选择的是地中海优质的橄榄果 而且是24小时 及时的冷炸 第一道过油 含这个单不饱和中方酸的就高达78%以上 并且还有多种这个活性营养群 包括这个多热纹素啊 包括这个角杀锡啊 包括这个多本分等物质 尤其适合冷烹 你看到咯 这个瓶子它是深色包装 而且瓶口是速封的 这样就利于它的保存了 能够保证它的很多药物质都在里面 不会走失掉的 非常适合冷烹 你在家里面做这道菜 一定要选购一瓶咯 因为你里面拌一点那个橄榄油的话 它的味道会比较在上一层 然后也比较润厚 而且我能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橄榄油它会很适合和海鲜配 对 那我们再再配一些雪蜜桃 今天通通都是罐头来入转的 对 因为它水面上的罐头那个水片比较多 你吃起来才不会那么干 我特别爱黄桃的 有的时候我会买这个季节啊 这种黄桃罐头呢 配那种凝固清酸奶 这才是大颗粒 自己在家里面一大块一大块的 我们就放着 放在里面 放上去 好 您今天做的这道很像是一个春卷 类似 可是它口感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不一样 因为里面它有水水的黄桃 好 当然还有鲜鲜的那个金枪鱼的罐头 对对 很好 而且还有一些橄榄油作为媒介 能够让那个鲜啊和它的水果的清香呢 正好在一起很好的柔和的联动 好 你要斜着切它 对 斜着切它 哇 诶 挺漂亮的大厨 对 不错不错不错 我们从那个侧面有点看到像寿司一样的感觉 它里面会有一层层颜色的递进 最中间是黄桃那种橘色 让你看着呢 就会觉得很凉爽 那外面包着的是清添淡淡的金枪鱼的罐头 最外面就是蔬菜了 里面的小单饼 让你增加那个咬劲的 加点什么 沙拉酱 沙拉酱 用画一下 对 秋比沙拉酱 大厨很专爱推比的沙拉酱 是不是 它的味道跟那个一般的油打起来 比较没有那么像油的味道会腻 诶 不腻的 是不是 今天我们说了冷烹最佳的呢 是欧立威兰的特级出炸橄榄油 配上沙拉酱呢 刚刚好 那如果说您在家里面做那种比较中式的菜 比如说这个煎炒烹炸呀 或者说需要用这个猛火力 长时间来烹炸的菜呢 大厨要给你推荐另外一款了 就是这个欧立威兰的橄榄油 它呢 是适合家里面煎炒烹炸 这种中式的高温烹炸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耐煎炸 而且呢 有点少 吃起来口感清淡 而且不会产生有害的物质 朋友们在家里面试试吧 橄榄油是个好东西哦 好了 大厨这边又创作好了 您看到咯 这样的凉拌菜谁不爱吃啊 哇 我爱死沙拉酱的味道了 真的是 在家里面试试吧 这道菜准保会让你的夏日午后 有一种清凉的味道 怎么样 是不是看起来不错啊 也就是想给你 感谢观看